王一博《长空之王》陷入资金困境 看到投资方后,无需担忧 最近王一博扎进剧组后,就嫌少露面 导致了好多人一度怀疑他消失了 粉丝更是全网寻人的节奏 黑粉更是故意制造话题,博取关注 说到底,就是有些人开始争抢资源 对此进行一波黑 从而达到让外界不看好的假象 进而把资源截糊掉 这种套路在娱乐圈中,司空见惯了 还有哪怕一部剧还没有开拍 为了制造热度跟关注度 就会放出某位知名艺人参与 进而拉动粉丝之间的互动 从而提升了作品的知名度跟关注度 进而拉动投资 对此呢,这种无中生有的套路 早就被大众给看得明明白白 艺人的粉丝呢,都是保持无感 一句话,非官宣布约 最近王一博的好事估计又要发生了吧 突然多出来这么多人来制造话题 是因为最近冬奥热度消退 大众的视野又回归到了娱乐圈 寻找话题来娱乐一下了吗 首先呢,最热的就是王一博参与拍摄的《长空之王》 被好多人盯着说 神隐在剧组,根本拍不到任何的路透 再就是极度王一博能够拿到这种资源 着实有点羡慕,只能各种的打压 给其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大众不是傻子 虽然这部剧是韩 韩作为监制并且其公司参与投资 但是,大众也发现了端倪 这部影片还有啊 离影业根拨,那影业 从这个阵容上看 如果说这部影片的制作班底 肯定是强大的 怎么可能会网上传闻的陷入资金短缺的情况 思来想去 就是故意制造话题吧 这个投资方 貌似很强大的 再加上这部影片是主流题材 航空题材的又是很少见的 这种影片前期投入必定是大的 制作精良 更是需要大的投资方 在公布的投资方中 网友本以为就这么四个吗 果然是草率了 很快 就有人发现这部影片还有好多投资方加入 只是没有公式出来而已 现在看来 为何执黑会拿这部影片投资方做话题了 确实是因为投资方实力有点强有点多 再加上这部影片还是重点项目 想必一旦上映 定会引来关注 所在他们才会提前各种的诋毁 对此呢 只想说 凡是执黑诟病的地方 绝对是最强的一个地方 再看一下为何这么多黑粉喜欢盯着王一博 说到底都是利益驱动 为何不黑别人 专门盯着王一博 诟病代言缩水 诟病新座陷入资金疑云 说到底 就是被王一博的资源给虐到了 王一博哪怕在低调 但是他的人气确实是高 实力跟颜值兼备 再加上他的年纪才24岁 就能达到顶流级别 资源对其的倾斜度太强了 势必会让好多人羡慕极度 最后呢 奉劝各位小伙伴们 稳住 各种的流言蜚语就当瓜吃一下吧 毕竟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太庞大了 在风口浪尖之上 还是不要听信谗言宁语 王一博的剧叫好又叫做 业界人士透露 投资回报率非常成功 王一博代言缩水 自信点 高段位代言要的是咖位跟身价 那是咖位跟身价 他在风口浪尖之上 不过研究 炒回报率很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